来到峨眉山 首先需要乘坐景区观光车 抵达目的后 你可选择步行上山 或致费请背夫师傅背你上山 景区都离不开修建 就需要背山宫 每次约20元人民币 藏球猴 有名藏迷猴 在峨眉山一带也被称为峨眉林猴 使猴可爱顽皮 却又蛮横霸道 只要仪式食物的都会被抢走 游客务必注意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 饱足体力从山下徒步到金顶 去花费两到三天的时间徒步上山 想必毕生难忘 峨眉山街影寺 海拔2540公尺 街影寺旁就是金顶索道站 紧接着搭乘索道 也就是缆车上金顶 本次搭乘的是小缆车 此处一旁 还有可乘坐百位乘客的大型缆车 大型车厢可供选择 看看这些虔诚的朝圣者 我们在山上面还是能够看到非常多虔诚的僧人 他们三贵九寇的就要在下索道之后的话呢 或者是从山的半山腰就要慢慢的爬山上去去朝圣一下普贤菩萨 而且不仅如此 河眉山它是要为了争创天下名山 第一名山这一座称号的因此呢 来修建了这个四面十方普贤像 它是有48米高的 然后呢在2016年在10年之后 因为它当时拖漆拖的还是蛮严重的 因此呢就把它整个四面十方普贤像呢 整个的包围起来之后 重新被它镀上了一层金箔片 因此呢它现在看起来是非常的金光闪闪 华藏寺它也是非常著名的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除了去看一看 更加想去看到的就是来自金顶上边 它非常好的一种自然奇观 日出云海佛光和圣灯 日出和圣灯我们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毕竟日出嘛要趁早 那么圣灯的话呢 它属于是要在晚上 在天气特别好的时候 并且现在它也是非常不常见的 那么看到它 而云海的话 云海和佛光是这金顶的四大奇观里边 它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能够看到的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云海 金顶也称华藏寺 位于中国四川 额眉山主峰海拔3077米 建于唐朝 虽多吃毁于大火 但都浴火重生 香火更加鼎盛 表示它的灵眼 离开金顶 再搭乘所到 要去到的万年寺 他最初被称作为是 普光寺 就发现说 他整个的额眉地形 是跟火 是很有缘分的 因此说 就要在名字上面 把它取一个水来 水来灭火嘛 所以说那个时候 被称作为是白水寺 还包括后来 是因为在宋朝的时候 当时皇帝是只有的是女儿 而是没有皇子的 放心 你不久的将来 就会有一个储君会出生 就真的出生了一位皇子 他就是在他后面的万历皇帝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 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话呢 从蒲光寺 蒲贤寺 到后面来的白水寺 以及发展成为现在的圣寿 万年寺 他也是有包含着 他对他母亲 要祝寿的心思在里面的 离开了万年寺 再搭乘电瓶车 前往蒲午山北地庙 与崔平山挪扎竹庙 珍午山音山上建有珍午大地庙而得名 建筑衣身取势 错落幼稚 四周古墓参天 经幽神髓 宛如仙景 供奉玄天上帝 经过大规模的扩建和修建 在四川道教界恨幽北清城 南珍午的美誉 挪扎行供位于崔平山 气势宏伟壮观 占地面积约千平方米 因古籍维修正式无法入内参观 通过多方共同考证 认定崔平山的磨炸行供为 中国唯一的磨炸组 要由山门、太子殿、磨炸洞三部分组成 金沙江、闽江、长江、山江再次交汇 我们稍后看一看 看前面有没有地方可以停一下车子 从这边往下走 它都统称为是长江那边的国区了 主要就是闽江 我们往前面走一走 金子刚好三江就属于在这边 就属于是汇流起来了 边为闽江 一边为金沙江 汇合成长江 景致相当特别 黄龙溪古镇 是中国十大水箱古镇之一 陆西河再次汇入井江 黄龙溪古镇有1700多年的历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千年古镇中 自汇带起便成为井江上水路运输的重要一站 镇上古牌坊 古寺庙 古建筑名居约古榕树 古眼目浑然一体 还有青石板铺旧的街面 青瓦楼格防射 露刻精美的栏杆窗林 再加上六棵树林在300年以上的黄绝树 更显古香古色 构成一幅幅美丽的画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